2月18号上午 休顺哈里斯县警长 Adrien Garcia 在休顺打击犯罪非盈利组织犯罪终极者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会中公布捉拿Cypress 亚裔灭门案 凶手的悬赏金额是7万美元 希望民众能够积极提供信息 帮助警察早日破案 这笔金额来源于受害者生前所工作的石油公司 以及社区捐助和Crime Stoppers的匹配金额 据称这是哈里斯县有史以来 有关华人社区凶杀案破赏金金额最高的一次 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呼吁 可能知道破案线索的民众 希望能够积极提供线索 帮助警察早日将凶手伸之以法 虽然案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但是记者发现 该小区中的邻居依然是心有余悸 一位美国邻居表示 在看见有可疑车辆 或者是人员在受害者家属附近出现时 他们都会立刻向警方报告 然后再说一下 下车辆 转用